我們來看看最後這個 如果你想把新字圖放在我們FocusA裡面 除了你用剛剛我們的S-Mine輸出以外 其實它本身就內建了 你找這個地方 插入裡面有沒有一個新字圖 它就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我特別強調就是說 如果你要思考用的我通常不會在這裡 因為這樣不會比較好用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在你簡報裡面去呈現出來 又想要比較靈活一點的 它裡面就有提供這樣的功能給你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個主題 像這裡 就按一下確定 有沒有就一個跑出來了 我先拉到旁邊去 這裡我拿掉 拉到這邊來 有沒有看到第二個 第三個 是不是就可以延伸出來 那對它來講 這樣子呢就是像樣的東西 等於說這是它內建裡面就有的 所以你要做這些內容的時候 就相對比較方便一點 相對比較方便 它有提供這樣的功能給你去使用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那你要收起來 要增加有沒有 就可以再繼續增加進來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它也有這樣的功能 那真的還蠻接近的 還蠻接近的 還蠻接近的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去用 OK 所以我們今天大致上 就跟大家稍微介紹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 對於這個 新制圖 還有Forgite沒有什麼問題 S-Mine有比較表的功能 它有表格 它有表格的功能 但是比較表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指的那個 因為它可以把 比如說你把這個地方 你如果需要把它轉換成表格 它有一個叫表格 有沒有 看你要直的 要橫的 點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變成直的 對不對 它有類似這樣的功能 只是 比較的部分 我就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種 有嗎 然後再來S-Mine也需要註冊 這個部分不用 它有免安裝板 所以我們在S-Mine 那個Forgite 在OneNote裡面 我有放免安裝板 這裡打開 有沒有一個免安裝板 這是它官方就有提供的 官方就有提供 所以你只要 解壓縮之後 執行就好了 那免安裝板跟安裝板 最大的缺點 差在什麼 如果你剛剛有這個檔案 剛剛不是有這個檔案嗎 安裝的是不是點兩千就打開 免安裝就不行 你一定要先把軟體打開之後 用什麼 開啟就檔 這樣你了解 主要是差別在這邊而已 那功能上其實是都一樣的 好 這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今天介紹的有沒有簡單 就算你Forgite不用 AI的也不能不要用 對不對 雲端去背 一定要會用啊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我們今天所有上課資料 都會繼續開放保留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複習的 自行加入 你回去也可以重新再加入 玩弄 都沒有關係 那上課錄影片 我標題會再整理一下 所以你們要看的話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OK 謝謝大家 謝謝